数位身份证焕发政策因为资安争议太大暂缓推动 厂商向政府求偿加上以采购机器和场地费维持运转费 总计于10亿元将由全民买单 持续追踪议题的国民党立委赖世保表示 有资安隐忧的数位身份证已成烂尾楼 我们2019年内政部在规划案尚未完成的阶段 旧办理招标委托中央印制厂采购3亿多元的设备 厂商也进行备料 后来发现内政部的数位身份证规划委员会 这些委员都是外部 这些外部委员都是退休的公务人员 法治规范可以说付诸券 与民间沟通的会议记录 也无端的从网站消失 所有的程序内容都尚未完备的情形之下 就在2020年炒帅宣布政策将于2021年来上路 这些计划送到立法院之后 当然备受立法委员 学界以及民间团体的质疑 反对的声纳不断 行政院在此情况之下只好匆匆的宣布 占款执行 当时是行政院是由前行政院表输 政策来做宣布 从2019到2020年间行政单位一连 创的硕误政策导致现在国家面临十几亿的损失 请问执政的民进党政府谁要来为这笔案战来负责 是不是应该由当时决策的赖清德自抛腰包来负责 而不应该由全民来帮他买单 赖清德现在是民进党所推出的2024的总统候选人 是不是应该要为这件事情来表达他的立场 向全民说清楚讲明白 为何他推出来的政策无法执行 又造成我们国库这么大的一个场上 这么大的一个损失 所谓错误的政策比贪污还可怕 本件贸然推动数位身份证的政策 不就是这样的例子吗 赖清德你不用负责吗 叫数位身份证专法要先通过才可以动之预算 结果专法都没有通过 且这个花那个花这样花那样花 灵敏重重 加起来 已经花掉包括快要花掉的将近十亿 我们看到德国有专法 日本有专法 爱沙尼亚有专法 中华民国专法还没有通过 他怎么可以先展后座 政治凌驾一切就来推了 我在这里积极的主张 也是我们党团的主张 没有治安就没有资格谈EID 没有治安就没有数位身份证 大家都非常清楚 因为最近国人受诈骗集团的诈骗不顺其了 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样 我的手机啊 一两天就有一桶诈骗的那个减讯来 每天几乎每天都有 我现在打开都有 打开都有 LINE里面也会有 为什么各自被害了 我们看到真的 这个叫Bridge Forum 我们都了解 台湾的人民 包括你我 两千三百万人 我们的各自被卖 透过这个Bridge Forum 是一个论坛在卖 在美国那边卖 卖多少钱 卖五千块美金 五千块美金 就把我们两千三百万人的个资 通通买走了 在那里卖 这个资料 2023年 今年哦 3月15号 负责人叫Fridge Patrick Fridge Patrick 被抓 他被美国抓到了 美国联邦 FBI抓到 在纽约抓到 抓到了以后 各位 他们的法院 Vagilia的法院 你看到 Vagilia的法院 写了一个 可以怎么样 可以 要通知 Crime Victim 就是受害者 我们是受害者嘛 台湾的两千三百万人 的个子被 害走 被卖走 我们是受害人 可以 接到通知 可以去 要求协助 我们总是 要有人去跟 这个 这一位 就是 美国 去跟他要资料也好 或者说到底 资料从什么 要出来的 我们可以 主持者 已经被美国 抓到了 美国政府 抓到了 而且法院 公开说 受害者 可以去请求 你们的权利 我们就受害者 中国 民国 台湾 这个地方 就是受害者 我们的政府 在哪里 我们政府 不应该 要代表 去 华吉尼亚的法院 去跟他 请求 全力 最少 最少 要知道 到底 谁把这资料 用去卖 结果我们看到 我们的政府 没有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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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资安 就没有资格 谈数位身份证 他表示 若现在还不愿意 宣布停顺 就是让全民 继续负担 数位身份证的 浅坑 记者温郡 台北报道